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SKY给大家带来精彩视频解说的环节 其实以后这个视频解说SKY都希望能够做的比较的轻松一点 不会那么累 也尽量让大家看的比较的轻松一点 这场比赛是昨天打的ZTUB这场比赛 我好像特地的让我们的夏尔基帮我留意了一下 然后发一场精彩比赛给我 夏尔基是发出来这样一场比赛 我看一下两个说什么 零零刚才说的JLHF 然后我们对手说有意第一比赛第二JL 然后我们零零说哈哈Yes 我们这个选手DKH 这个选手是一个爱意精灵选手 他会说中文 这是一名 我印象里面好像跟他打过 他直接就问零零你在佛山吧 然后零零说OK 嗯 然后这个选手说OK 然后这个选手还调侃零零说零零师傅 这个蛮有意思的 没有想到这名选手居然会说中文而且会说这么多 我在ZKH里面跟他打过 但是他那个时候好像中文没有这么好吧 现在居然会说中文而且会说这么多让人意外 好我们看零零这边的棋手呢是一个 嗯 AM的开局 为什么AM呢 我猜测一下 因为他推测一下 因为他这个农民探路过来之后 发现了对手是一个中立的开局 那么就选择了用AM这样一个打法 因为他比较 呃 针对性的 零零其实是一个蛮针对的选手 他有也会害怕对手用射王这样一个英雄或者怎么样的 呃 怎么样的来打 呃这个暗夜精灵好奇怪啊 怎么就币亚造好之后 里面这么久才开始造上AC 是一个失误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一个失误 过了很久才造上AC啊 话句说回来就零零呢 他是一个比较喜欢针对就是这手人族的一个选手 比如说嗯 他发现人族有可能用MK的时候他就会选择中立用射王 然后射王的打AM也可以打 所以他就认为呃 AM 打这个 不是MK打射王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他就不会选择用MK来打 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半的时候他会选择用AM来打 这个小精灵能爆到吗 一个完美的四棒 零零零是没有注意到 看来他爸说的精力放在这边了 刚刚那个小精灵一个残血小精灵啊 就是随便一个Futomal都可以打死的 但零零都没有都没有分心去打他 然后被爆掉一个水燃同时呢又爆掉AM的魔法 然后这边Futomal是看到了我们的爱精灵选手 我们简称他为DK去吧 然后简称DK吧 更加容易点 然后首发的汉游侠 然后零零这边是MF完了DCM这个商店 跟我的MF还有YMICO的MF还有肯克的MF都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三个人的选手 包括伊菲刚才都会去选择MF这样一个地精实验室 他选择MF这个地精商店 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MF完之后 则D世界来看分框 而这个爱精灵选手呢 DK选手则是选择了一个单汉游侠过来牵制 然后这边来双线链级 在这个双线链级明显有点问题啊 这个一直被自己电了 他都没有注意到 好吧 这边期待你不会被 不会被拍死 然后汉游侠过来牵制MF一下 要抢这个怪物吗 能抢到吗 没有抢 抢宝物吗 抢本书也不错 书也没有抢 汉游侠被痛打了一顿 打得有点惨 然后四个AC这脸的喝了一口酒都没有喝满啊 被闪电盾烫过来烫过去 自己烫 明明这边一个操作失误啊 哦好发现了 故意把两个红血的这个半血农民换进金矿 然后两个满血农民变成民兵来打这些 骷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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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音之前发的一点有点不标准 被大家纠正了多次 现在应该可以纠正过来了 这是一盘大战呀 真的 是一盘大战 我可以给大家先透露一下 我可以给大家的 历史长久 嗯 看一家过来小骚扰一下 在这个骚扰是要付出代价了呀 这个代价明显很严重的 要死AC的 00是没有鞋子 我00你就放任这几个AC逃跑吗 我们里面有个裁判就说 this not bad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观看的就说 nest sales 就是翻译过来就说是还不差吗 然后另一个人就接着话说 很好的拯救 然后另外一个裁判就说 这个黑暗游侠速度很快呀 然后紧跟着说 就是因为黑暗游侠有鞋子 我们看一下withboss真是有鞋子 这个00 我觉得 这点我要吐槽一下 00明显打的不好吗 这点上 其实他是完全可以 刚刚杀死三个 只用大法师过去就行了 几个footman来试图来围这个 这个黑暗游侠 然后大法师刚刚追四个红 三个红血的这个AC 是可以连杀三个AC的 否则的话 这些观看也不会说 this is not bad 其实看这些观看的聊天 也是蛮有意思的 但00刚刚 可能是一个想着 把分框 强行开起来一个节奏 但也还好吧 分框开起来 我觉得 我觉得没有 没有太大吃亏的地方 我们看A这边 奇迹古术 一个单边 四口井 一个伐木机 然后好多的AC 还在不断的牵制 这个00一过来 刚一过来 别人就去你家 去你这个分框了 然后上天在快造好那一刻 取消掉 这很明显 00要回城的 肯定要TP的 然后 这个 00是要选择 没有选择TP 二级很为啥 一TP 其实可以直接打跑的 但00是可能是担心对手 因为00没有真相 可能担心对手 有那个双边 那么下方不好打 然后选择强拆对手 逼对手TP 然后DK 我们的DK 安静全都果然是TP了 然后跑了五个农民 其实这个伐木机器人 没有必要回来 可以去那边继续的来打的 我这个且说 可能稍微有点乱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些话语 是在帮00在说 有些话是在帮 安静精灵选择在说 说大家 我希望大家能够适应吧 比如说像当TP 是双方互换的说 像刚刚这个伐木机器人 明显就是帮 这个熊猫被围了 熊猫被围了 熊猫被围了 还有下身上什么也没有 这个飞艇买了过来 但是 没有上飞艇 其实像刚刚这个伐木机器人 明显是帮 这个安静精灵选择在说 这个几个伐木机器人 完全可以去分矿 导致这五个农民 完全采不了矿的 虽然00能变冥冥过去 但他可以买一个飞艇 然后在这边 然后等00 就是可以装了一个防火机器人 等这个冥冥时间消失 然后就上飞艇子 等等 一上一下一上一下的 不断的来牵着对手 这个汉油甲也被打得很伤 一个水人不断的点飞艇 这个安静精灵选择 我明天有点操作不过来了 现在 这个飞艇能跑掉吗 这个 飞艇是跑掉了 但是汉油侠可是要 可是危险了 危险了 40点血 29点血 大法是要来过来追汉油侠了 但汉油侠身上有血 打了一下 还有14点血 一个很极限的血量 汉油侠断的跑 像我刚说的 如果这里有个防目激营的话 整个零零的分框都运作不了的 然后零零现在是一个双线的埋伏 因为要自己买防目激营了 这些汉油侠 合了一口井 M刚刚没有注意到 M身上的宝物有点嗨的 一个恢复药水 一个大生命药水 被围了 被围了 被骷髅围了 被骷髅加防目激营围了 剃屁吧 哥 你要吃血瓶吗 我笑笑 我只是笑笑 真的 我只是笑笑 大家看到这个场景的人 也笑笑吧 也就仅此而已 毕竟 怎么说呢 有的时候 这个通宵打比赛 有害身体健康 并不是有意识的健康 我相信这场比赛 应该是在凌晨128强 上比赛 我想一下 应该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吧 这个 这个时候 零零的头脑 就有点不清楚了 他是想极限 点血瓶吗 刚刚 还是想极限TP 但他都没有做 不 我们都懂的 这是给对手机会 我们知道 零零前面优势有点大的 那么自然要缓一点优势出去 这样才会比较的 稍显公平一点 我们的爱情人选手 现在一个 标里面点了 点了一个 一个这个什么 驱散 然后连点了三头小鹿 他怎么不点 点满七头呀 这样更有意思 好 爱情人是很有气势的压制过来 带了一个罚 刚刚的MVP 罚目机器人 也可能是刚刚的罚目机器人 打出一个高弓 让零零很不适应 那你不缺木吗 让我看看你 234木 你很缺木的呀 把罚目机器人带出来 这是坑爹吗 不让他踩木头 然后身上还没有 还没有保存 万一这个罚目机器人被打死了 怎么办呀 那你就没有木头采集了呀 零零这边是一个罚目机器人 没有飞艇 这个罚目机器人是怎么进来的 应该是从这儿进来的吧 那这个地方能进来吗 那么零零的作战部队是很多的 我们有个观看者在这里打了一句话 I want to play two tanks 问其他的观看者 零零是不是要用坦克 那么我现在来回答一下你 高级罚目术 然后分框造塔变坛 那么BS还没有造 有可能会是坦克 这边还 有下的不断的追击 零零这盘打得蛮大胆的呀 因为分框不造塔 然后 二发MK 然后也没有造出兵的建筑 这是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打法 我都有点搞不清楚了 有可能坦克 有可能三本 我觉得就是两个路 要不就坦克 要不就是三本打法 不害怕猜错 但要勇敢猜测零零的想法 防目机人回来了吗 我们找一下 回来了 我看安静灵的木头 200多个木头 因为有1234567 七个小精灵 七个小精灵 在不断的采集木 八个小精灵 在不断的采集木 中期双方一个纠缠 然后熊猫呢 是到达了三级 双生命圣地 三本都要好了 一个双生命圣地 然后葬一个BS 看来零零是要用一个三本的这个三本的这个骑士三本的打法来打对手 应该不是坦克了 你看提的弓 骑士的防 也就是坦克的防 但这一盘来看的话 零零的状态还不是最佳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像刚刚的 刚刚的这个AM的死掉 以及三本都已经生好了 然后双生命圣地才好 然后用一个三本的打法 因为你双生命圣地是可以很好 很早就造成的 他可以早点的出男女巫 然后来升级自己的单位 东西等等这些 然后可以更早点用三本的打法 但零零没有这么做 看来他就说 他当时有点 这个思路上应该是没有反应过来 根据我的推断 然后现在升级了烧塔的反应 以及这个控制魔法 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烧塔反应真好 这个安心选手 其实可以勇敢下来打的 这个时候零零还是没有单位的 你是有很多小路 完全可以去线水 是玩吃零零的部队的 玩吃零零的几个英雄 然后只要身上有保存 那么零零就很难杀你的单位 安心选手有点怂啊 真的是有点怂 本来是有优势的 如果你不这么打的话 就要 可能就会优势越来越小了呀 是很明显的 然后零零这边呢 是选择让 MK单练到三 明显的一个标准化的三本的 人物打法 骑士现在已经一防了 继续升二防 零零是前面很明显的 用骑士来扛呀 骑士加斯曼来扛 然后小炮来输出吗 零零人口已经66了 62了 安心精灵这边 让我来看一下 安心精灵这边56人口 小MF这个地方 结果直接被安逸抓了个正着啊 安逸是刚好顺便 安排完攻击之后顺便过来 小霸零零也EMF 幸好我们的三代选手是带的有TP的 这个剩下的名字 还有意思 叫做治疗之 马曼纳达 如果念卖点 叫做治疗之马 然后名字叫做 曼纳达 治疗之马 野脉 磕沙野脉 薰猫 米拉破 5级的汉游侠 这个圣骑士练得有点 练得有点这个红呀 暗夜RAD过来 现在暗夜分框才好 从这个局势上来说呢 我觉得对 联名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呀 联名想围了这个基地强拆 但是暗夜选手反应还是很快的 第一时间又TP了回来 如果从正面不重要来看 现在零零兵力完全不够呀 这是为什么呢 62人口 身为前面钱压太多了吗 避难权杖有吗 大法师买了个避难 回来要避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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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点 有观看了我问这盘是BO1吗 是BO1的比赛 那么这盘比赛如果输的话 00是肯定是不能晋级到下轮的比赛里面了 就两名选手谁赢了 谁就将晋级到下轮的比赛中去 那么我对现在局势有点好奇了 因为我们的暗夜精灵现在都已经 从这个人口上部队搭配上来看 是不次于0-0的一个部队的搭配的 雪猫一口火 喷一下身上好像一个魔法药水 一个抗体药水 雪猫身上一定要带这两个道具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帮助自己插入到 这个敌人的后部 就像人族的这种后部 然后去吐一些小炮 等于这些单位 虽然现在00是纯破法 他刚刚00是因为BW被拆掉了 所以说他没有选择报人口 他选择了把BW造在里面 然后等小炮再次出来 他并没有选择继续的用 继续的造其他单位了 用量的话只会填充自己人口越来越多 但是没有输出 有00在这个部队搭配上还是很注意的 就是说一定要加入小炮 三到四个小炮 然后用小炮不断输出 然后用骑士加破坏在前面扛 我们这个国外拳手还真的是 中文很好呀 直接就说我电脑卡 然后刚刚可能是关掉了某些东西 现在 这些八神口的大战 精英龙再加入到部队 这对于安逸来说是件好事 精英龙越来越多的话 能帮助自己的部队作战性上会强上很多 现在骑士都不知不觉的 已经二防三攻了呀 现在小炮只是一个顺带性的 附加性的这个输出伤害了 然后00多少人口 看一下78人口造了个坦克 这个 这也是0的一个风格 我觉得 他这个坦克可能起不到太大的 压制作用 或者说是什么作用 但能起到让人心烦意乱的作用 重续了暴风雪 刚刚是看到大瓦师身上光环闪 一闪 那么肯定是重续了暴风雪 然后MK的这里偷偷的放上几个 几个坦 双方 暗夜精灵这边我看一下79人口 刚刚离这边我刚看了一下是78人口 双方都是八神口的交战 这波看一下暗夜精灵的小路 往后排这个插入 然后熊猫顶了个磨面直接上来 就像我说的一样吐小炮 然后前面的熊不断打 对暗夜精灵说阵型很好 但是熊猫有点危险 这个熊猫低估了 差一点点差一点差一点点 他低估了骑士的这个攻击啊 骑士可是三攻啊 33-53然后加上群猴 破法拖来的群猴 然后这边小炮第一时间被点掉 然后人足这个部队是明显打不过 骑士啊不是明显打不过熊啊一对熊啊 然后直接TP 然后5G喊一下叫5G的熊猫 那么00后面会越来越难打呀 只要熊如果这两个熊到达6级的话 现在AZ这个低估算又没有多余的点 可以给双方选手 MF了 这个是00越来越难打的 现在又有一个局势啊 这个熊猫刚刚是被保存回处单传了过来 这现在可以双保存了我觉得 真的 已经都可以再买上一个保存 这个骑士会被避难吗 没有 避难看他现在CD 然后帕丁呢 帕丁刚刚是死掉了 刚一个没有看到帕丁 只注意力已经在熊猫身上了 因为现在是越来越难打呀 肯定是越来越难打的 这个MK危险了 然后大法师的暴风雪 现在终于开始第一次释放 这个熊猫又一口火 然后现在是004元民兵都敲上了 但是这个单位越来越少了呀 这个熊猫不要娃险了 然后被保存了回去 然后单传的CD应该不够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 我讲的00这个坦克的作用 这个在大战的时候 有一个坦克还是真的是有点用的 在队友加不断签 其实这波暗夜可以走了 我觉得 在这个暗夜身上没有TP 稳一稳 再来打一波比较好 不要给帕埃宾练到三级的机会 但现在明显它是给000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这个熊猫刚刚是单传用过 所以说在千里恰恰走过来 然后现在是破法的作用就发挥了出来 它没有小度的时候 哇一口熊猫赶了过来 一口火吐了出来 但是如果帕丁到达三级的话 就很难杀死任何单位了呀 这个暗夜如果没有大量的部队的话 追一个骑士 这个骑士很关键的 可以让汉侠到达六级 这边在追头熊 一个在追骑士 一个在追熊 好 汉侠到达六级了 但这个坦克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其实家里面有个伐木机的 但我们的这个暗夜精灵选手有点操作不过来呀 直接人口被打到了五十人口 一个伐木机刚完全可以上来打这个坦克的 然后00这边反而人口现在涨上来 00到达了62人口 应该是很多有农民吧 这边有七八个农民 然后一堆破法 破法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熊的话 破法是很难打掉破法的呀 因为熊猫和汉游侠对于破法来说 都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输出伤害的作用 他们只是对骑士 对其他东西有很大伤害 但汉游侠6级可以去召唤 没有井水 汉游侠有点尴尬 有个宝物 没有人捡 然后一个金银龙在这边 然后00开始转了两个直升机 来打这个金银龙 三宫的金银龙 三宫二房的破法 这个破法真的是很难杀死的 爱意精灵 我觉得爱意精灵本来是蛮有优势的 但是随着他刚刚的那波进攻 就打着自己的这个现在优势 不是那么明显了 如果现在熊猫大6级的话 还是 还是可以打的 现在三级的帕丁了 那么随时可能有可能秒掉DI呀 这个熊也不敢起来加血 看游侠进来喝口水 然后现在三头熊 怎么感觉有点打不过破法的感觉了 MK过来了 一个TT就要秒掉了这个汉游侠了 现在先打熊猫 然后保存 汉游侠保存熊猫 对的就这样 那现在人的部队里面加入了女巫 然后破法 让女巫变成了一个200的打法了 也不用骑士了 骑士干脆的不用了 反正造骑士也要被你给罩掉 完不如继续造破法 安静用3000多木头的 高达可以上的 可以把这个高达也上来来打 然后就早点转这个熊加破法 安静静是刚刚是看来 这个DK选手是觉得自己的两个英雄是很厉害的 但他疏忽了人做破法 在后期的时候也是很厉害的 我们00呢就打得很有针对性 在后面呢就没有出其他单位了 就不断的出破法 然后利用这个英雄来打 就三个熊 水人都不用招 然后这 先打你英雄不断的 等你一层血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一个T 大把这都可以下暴风雪了 就像这样 就下暴风雪 现在安静也没有恢复能力 这个熊猫有点危险了 MK是有魔法的 但是锤给了D2 因为这个刚刚熊猫比较靠后 锤给了D2 然后这边在 刚刚帕阿丁接了一个T 直接就把D2给秒掉了 这个熊猫 然后一观看来说 This is TH 这就是TH的风格 确实是 然后高达都上了 再最后一下 看一下双方的经济吧 我保存回来一个男物 零零这边也86 然后分矿呢 还有8000多块钱 阿丁这边分矿 还有1万多块钱 但是 零零肯定不会给他再次 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熊猫被捶了一下 被暴风雪吓死了吗 被暴风雪吓死了 四口井加都加不起 我们的爱丁精灵成本 打出了机器 简单的分析一下这盘吧 也是帮助我自细吧 我觉得这盘怎么说呢 爱丁精灵 零零前面打得不错 然后在中期呢 明显三本暴风速度 这样我说的 我都不理解 他为什么三本暴风速度那么慢 然后双臂亚生地也起的那么慢 然后在后 就说后面的几次交战中 零零都是吃亏 因为自己暴风慢嘛 当然就吃亏了 结果导致他在最后面的时候 就说一度就说差点都要输掉比赛了 但是我们的爱丁精灵选手 在后面没有TP 尤其是在零零的这个地方 打的那一波的时候 没有TP的话 导致自己的熊死了很多 然后就是后面一口气没有憋上来 就是我们的熊没有继续的跟上来 然后被零零的一个大量破法 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其实这盘如果假设 就是说是给我来打的话 我可能像零零一样的开局 然后在二本的时候 我会选择一个二本打法来打跌 因为二本打法第一时间 那个限制最后分框 然后同时第一时间到达80人口的话 我觉得二本打法也是个不错的思路 而且我最近也比较偏向于练习二本打法 如果三本打法的话 我可能会比较偏向于 我想一下打汉游侠的话 我可能不会用 我可能不会用空军打法 空军打法打汉游侠不是很合适 我可能会像零零一三本这样给打法 但是我比较觉得二本打法会更加好一点 好的这是就是今天的 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视频的解说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大家的观看